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 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英国恐怖电影《祭坛》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女主梅格接到一个工作,为一所老房子翻修 可是谁知道,进入房子的第一天,就开始有一项发生的故事 电影开始,梅格和家人搬到一座陈旧的房子居住 梅格是一名设计师,而这次她的工作就是给房子恢复原貌 梅格找来工人肖恩帮忙装修房子 第一天的时候,梅格给每个房间照了相 女儿佩特和梅格居然发现照片里有鬼影 这让梅格有些心神不宁 晚上梅格又在院子里看到一个模糊的女人背影 丈夫亚历克安慰她,致她眼花了 为了舒缓梅格的压力,亚历克贴心地给梅格做按摩 结果意外的是,在过程中手指滑破了 鲜血滴到梅格背上 然而亚历克也没有太在意 半夜,女儿潘妮突然看到鬼,导致哮喘发作 好在被梅格及时发现,才幸免于难 第二天,潘妮就想找一个牧师或者驱魔人来家里驱鬼 被梅格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这会影响自己的声誉 这时萧恩过来告诉梅格,这个房子很邪门 显然她已经有些胆怯了,于是离开了 没办法,剩下的工作只能由梅格自己完成 当天夜晚,梅格听到房间里有电话铃声 就下楼查看,原来是地下室的电话一直响 接起来以后,梅格发现,地下室有很多蚂蚁 第二天,家中来了一个叫查尔斯的历史学家 主动来帮助梅格 梅格在阁楼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画在地面上 查尔斯说那是一个祭坛 女儿潘妮因为害怕,还是请来了驱魔人莱安 莱安和她的助手狗狗贝西 围着房子到处转了转 最后在门口的水池里看到了一个异象 一个死去的男人 他告诉梅格要小心 还给了他加了肾水的饮料 梅格虽然不相信 但还是去网上查了这所房子的资料 原来之前有一位画家死在房子里 而那个画家就是前几天来的历史学家查尔斯 他杀死了自己的老婆 并且用弃弹做法 了解到后,梅格也开始有些慌了 想要离开这里 于是就去劝说亚历克 可是亚历克的创作正在信头上 不想离开 晚上,梅格和潘妮听到小女儿哈勃的呼救声 梅格以为哈勃掉进了地窖 潘妮此时到处找亚历克 出去之后也看到了异象 躲进了地窖 恰巧遇上了哈勃 梅格成功找到两个女儿后 准备带着两个女儿逃走 可是车钥匙望在了楼上 于是梅格只能冒险回去拿钥匙 可是等到梅格再出来的时候 车子和女儿都不见了 而亚历克就像被鬼魂附身一样 不认识梅格 原来亚历克已经被画家附身了 之后梅格晕了过去 另一边 两个女儿从车里出来以后走散了 在一片大草原上只看到一幅油画 哈勃又回到了房子 看到了亚历克 可是亚历克根本不认识哈勃了 还把她关了起来 被附身的亚历克把梅格放到阁楼地板上 那幅奇怪的画中间 准备用祭祀的方式 让自己老婆的鬼魂回到梅格身上 此时哈勃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女人 还好潘尼及时赶到打碎玻璃救出了哈勃 为了救母亲 哈勃引开亚历克 潘尼叫醒母亲 随着悬挂在楼顶的铁锁掉落 亚历克也恢复了神志 最后一家人驾车离开 可是在车上两个女儿居然发现 梅格的举止不像从前 原来祭祀已经成功 梅格变成了画家的老婆 这部电影剧情紧凑 全剧情也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剧情更是一波三折 结局反转出乎意料 值得一看 好了 这部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